大家好 欢迎来到循迹慢聊 以前经常有小伙伴跟我说 听说四大文明古国这个概念是中国人发明的 人家西方社会从来没有过这个概念 是这样吗 其实还真是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四大文明古国这个话题 四大文明古国一般是指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还有中国 前仨都有个古字 因为早在上古时期就已经灭亡了 只有中国一直延续到现在 这四大文明共同点非常多 都在旧大陆上 也就是亚欧大陆加北非 都守着大河 都在北北三十路附近 原因很简单 水源充足 气候温和 这是诞生人类文明的必要条件 那么四大文明古国这个说法是不是中国人发明的吗 还真是 最早这么说的就是梁启超梁振公 梁启超大家都知道 不须变法核心人物 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 而且还有个这个大家 这个大家可能不太知道 他被称为这个词汇发明家 因为他创造出来这个不少新词 比如说中华民族这个概念 也是梁启超提出来的 号召大家抛弃大汉族主义观念 应该以国家共同意识代替单纯的民族意识 这主要是为了对抗西方列强的侵略 四大文明古国这个词 也是从梁启超先生的文章里总结出来的 他写过一首长诗叫二十世纪太平洋歌 自己给这首诗做了著 这么写的地球上古文明祖国有四 中国印度埃及小亚细亚视野 这个小亚细亚指的就是今天土耳其加两河流域 也就是古巴比伦 这就是梁启超所认为的人类最古老的四大文明 后来被总结为四大文明古国 当然这个要说明一点 这个梁启超写这首诗是在1900年的1月30号午夜 当时真正的古印度 也就是印度河文明还没有被发现 考古学家在1924年才发现还有个更古老的印度 1900年的时候 大家以为的古印度是后来亚利安人征服印度河文明之后 建立起来的那个恒河文明 咱们聊过这个 那么梁启超为啥要发明这个词呢 说白了主要的目的就是唤醒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 中国人被西方列强欺负了这么多年 咱得着把这点回了吧 中国历史悠久 所以呢就从这个这里下手 但是你说四大文明古国这个概念完全是扯淡吗 也不是 西方也有个类似的概念叫文明摇篮 人类文明呢都是从这几个文明摇篮各自独立发展出来的 然后衍生出世界上这么多花花绿绿的文明 最古老的是新月卧地新出来的月沿那个新月 是吧 肥沃的卧 新月卧地的范围呢是从尼罗河三角洲往东北沿的地中海沿岸 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叙利亚这一带一直延续到两河流域 哪两河呢就是底格里斯河又发拉底河 这一大片连起来呢像一个月沿 土地呢又非常肥沃 所以叫新月卧地 这块地方呢其实包括两个主要的文明啊就是尼罗河文明 还有这个两河文明啊说白了呢就是古埃及和古巴比伦啊 然后呢是印度河文明那也就刚刚说的古印度 还有一个呢是黄河长江文明也就中国啊 这四个文明摇篮呢其实跟梁启超那四大文明古国是一回事 有学者认为呢文明摇篮还应该加上美洲新大陆的那几个 比如中美洲墨西哥啊还有南美洲秘鲁一带的这个早期文明 这些文明呢后来演成出了玛雅阿斯特克印加等等文明 也算是有过繁荣的时候 不过呢他们被大家知道那已经是很晚的时代了 是吧所以这个梁启超先生的年代呢 美洲大陆的考古没怎么展开 所以呢没提到美洲古文明也就很正常 是吧他没赶上这波嘛 刚刚说的那些个文明摇篮啊历史都非常悠久 那最古老的呢就是新月卧帝这俩 那在公元前一万多年 新月卧帝呢就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 啊公元前九千年左右 世界上第一座城市耶利哥出现 那位置呢就在今天巴勒斯坦境内约旦河西岸 死海北边不远 后来呢新月卧帝呢东西两部分 也就是两河流域跟尼罗河三角洲 分别发展出历史最悠久 最辉煌的两大文明 那公元前五千多年东边的两河流域 开始出现苏美尔人建立的早期城邦 最主要的是埃里都和沃尔 那按照考古学家的成果来看呢 埃里都应该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 你猜当时这个城里有多少人口呢 四千人 那到了公元前三千多年 两河流域开始全面进入城邦时代 出现了基石拉格石乌鲁克等大城邦 还有数不胜数的小城邦 这些苏美尔城邦为了争夺霸主地位 互相之间战争不断 其中公元前三千年到公元前两千六百年左右 是乌鲁克称霸时期 在这个阶段 苏美尔人的文化得到长足的发展 据估计呢 在公元前两千九百年的时候呢 乌鲁克人口有五到八万人 这是当时全世界第一大城市 著名的歇行文字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 也是在这个乌鲁克称霸时期出现的 乌鲁克最有名的国王是第五任王 叫吉尔加美什 他因为一部史诗 吉尔加美什史诗 而被后世深入了解 到了这个公元前两千三百年左右 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的统治呢 被阿卡德人推翻 阿卡德人呢 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帝国 阿卡德帝国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 狭义上的两河文明已然灭亡了 不过苏美尔人的文化和阿卡德人的文化 长期处于共存状态 几百年后 阿卡德帝国崩溃 在他的废墟上建立起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国家 一个是北边的亚树 另一个是南边的巴比伦 由于巴比伦是当时两河流域的文化中心 还诞生了著名的汉姆拉比法典 所以呢 通常会用古巴比伦 只带整个两河文明 那个巴比伦在公元前1595年左右就灭亡了 那个时候商朝刚刚建立 而亚树呢 则一直延续到了公元前七世纪 除了这些文明之外呢 在两河流域周边地区 比如小亚西亚 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 还有今天的伊朗也诞生过一些古老的文明 那比如公元前2000多年 在小亚西亚呢出现了赫帝王国 在伊朗西南部出现了埃兰王国 但是这些文明啊 深受两河流域的影响 所以呢 虽然他们的这个历史也很悠久 但是属于两河文明的儿孙辈 两河流域往西 新月卧地的另一部分 尼罗河三角洲 公元前4000年左右 埃及人呢 开始在尼罗河中下游 建立起一系列的城邦 直到公元前3100年左右 埃及统一 定都孟非斯 这比中国传说中的下朝早了1000年 就是今天的埃及首都开罗附近 之后的埃及呢 历史学界一般用序号来标记王朝顺序 一直能排到30多 咱们熟悉的那些古埃及的东西 什么金字塔呀 木乃伊啊 都是这个时期出现的 埃及统一之后 难免也想对外扩张 但是法老们一看地图 北边地中海 西边南边大沙漠 只有东北方向适合人类居住 所以呢就只能往东北发展 这就跟两河流域的这个强权国家 发生了碰撞 其中最有名的一次大战 就是发生在公元前1274年的卡迭石战役 交战的双方呢 是埃及第十九王朝 跟小亚西亚的赫帝王国 双方经过两次会战 各有胜负 最后呢握手言和 于是埃及的扩张就到今天叙利亚一带为止了 而这呢 也是古埃及由胜转衰的转折点 公元前525年 公元前343年 埃及先后两次被两河文明的又一个子孙 波斯帝国征服 到了公元前332年 古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占领了埃及 亚历山大一死 他的部将托勒密在埃及呢建立了托勒密王朝 埃及呢进入希腊化时代 公元前30年 托勒密王朝末代女王克里奥·佩特拉七世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埃及艳后 自杀身亡 埃及呢被罗马吞并 经过这么几次文化清洗 古埃及文明可以讲是彻底灭绝了 印度河文明的历史呢相对要晚一些 最早呢出现于公元前3300年 到了公元前2600年 印度河文明呢进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 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著名城邦 比如哈拉帕 摩亨索 达罗 不过后来呢可能是因为气候变化的原因呢 印度河文明逐渐衰落 公元前1500年左右 北方的雅埃安人南下征服了印度河流域 然后呢把文明中心向东移到了恒河流域 形成了后来的恒河文明 古印度文明呢也就就此消亡 最后呢说到咱们最熟悉的中国 中国的历史源头啊一直有争议 因为史书里记载的夏朝呢没有考古之称 考古能找到的一个很可能跟夏朝有关的遗址 就是二厘头文化遗址 时间呢是在公元前1900年到1500年之间 而确凿无误能追溯中国历史也就是史书跟考古都能对上的 是商朝开始于公元前1600年 说实话不管是二厘头文化还是商朝这历史都不够悠久 跟前面那仨都差太远了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中国这是强行跟前面的哥仨并列吗 还真不是 这四大文明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 论文明出现的时间 中国就连两核文明的儿孙都比不上 甚至于这个亚利安人都快要灭掉古印度了 商朝才刚刚开始不久 但是呢中国文明是原创的 你鹤涕虽然生的早 可是你是两核文明的儿子 中国可是跟你爹两核文明一样 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从无到有诞生文明 这就叫文明摇篮 所以中国呢名列文明摇篮 一点毛病没有 这个而且呢这四大文明里边 中国又一项成就是其他三点比不上的 那就是从古至今一直延续 整个文明呢从未断绝 你看中国以外的这几个文明摇篮 两核流域或者说古巴比伦历史最久 这个出现的强权也最多 但是呢属于皇帝轮流坐 明年到我家 从苏美尔文化阿卡德文化 到后面波斯希腊 最早的文明早没了 后世呢既不认古巴比伦人当祖宗 也不说苏美尔人阿卡德人的语言 你说伊拉克跟古代那些文明有半毛钱关系吗 古埃及也一样 他的历史呢仅次于两核流域 自从被波斯征服之后 从此就像公交车一样 谁想上都能来上 波斯人 古希腊人 古罗马人 阿拉伯人 英国人 法国人 轮流上 古埃及文化早就断绝了 只剩下死的东西 金字塔 木乃伊这些 古印度就更别说了 整个文明才延续了一千多年就退出聊天室了 中国就不一样 下商与西周 东周分两段 一直到宋元明清后 皇朝至此完 对吧 一路就这么传承了下来 中间有过被外族入侵甚至征服的时候 但是无论是北朝还是清朝 都是接受中国文化 武力上征服了中国 文化上被中国同化 就一个元朝呢 同化的不彻底 也就维持了不到一百年就被赶跑了 所以呢 虽说咱们要意识到四大文明古国这个概念 确实是梁启超先生发明的 但是西方呢 也有类似的概念文明摇篮 所以这不能算是外外出来的 虽然呢 中国在四大文明古国里出现的最晚 但是相对于另外三间 一点不差 所以咱们大大方方的说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这个呢 没毛病 好 那关于这个四大文明古国呢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那欢迎大家呢 在寻记讲堂APP或者YouTube上订阅寻记慢聊 也欢迎呢 在YouTube上加入我频道的会员 谢谢大家